哈喽 听众有道晚安 欢迎收听POP Radio POP抢前报节目 我是节目主持人黄光晴 我们收听频率是FM91.7 每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1点到一点钟播出 听众可以上我们的官网 我们的粉丝专业用我们互动聊天 或直接下载POP Radio的APP线上收听 事后也可以打上关键证收听我们每一季节目 只要上YouTube就可以了 我们今天节目相当丰富 第二个小时我们将专访战神徐永明 那我们节目的一开始 我们来连线国民党的立委陈一鸣 陈一鸣 陈委员你好 光婷好 大家早 陈委员 你对于这一次这个劳基法修正案 你在这个审议的过程当中 有几波攻防 您来谈一下自身的感受 以及这一次劳基法可能带来的政治效应 好 谢谢 首先我们其实觉得很遗憾 因为大家知道说 这个一粒一修的修法 其实还是有很多不适合的地方 所以其实满意度是不到五成 当然我们也希望说 它的修法是要往更进步的方向走 但是最后的结果 其实行政院提出的版本 是有一些争议的地方 它的这个四不变四弹性里面的弹性 因为过大 我们担心那些弹性 会从一个特例变成同理 之后当然会损失 损害到我们的劳工朋友的权益 所以在这个修法过程里面 上次其实我跟讲院委员 我们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 有针对这二四条开始讨论的时候 我们是有技巧性的 希望用冗长发言的方式 来阻挡那个意识呢 能够在那一天就通过 因为那个是林静怡在主持 他们希望说因为 他们甚至公厅会是摆在意识审查的后面 那感觉起来就是他要让他先审查 然后再办公厅 所以那一次我讲了四十二分钟 之后呢 那个万安讲 讲完之后呢 当然因为五点半 因为意识的这样子的那个就散会 所以之后才争取到下一个礼拜 变成是万安的这个我们国民党人 过来做招委 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又开了两天的公厅会 让更多劳团 劳工朋友的心声 被听到 当然这中间也有很多的插曲 包括像资方的代表呢 几乎都不敢来 六大资方代表没有人来 然后来的呢 竟然是小英后援会的一个资方代表 而且他甚至讲 那个明年的 就是台湾没有劳工过劳死 如果他们生病 他们自己就会停止工作了 当然这个就后来延伸出来 很多人就针对这个过劳死 过劳的定义 一直在讨论 那就以后发生 所以在这个礼拜 礼拜一 好又重新由林静怡在主导的 这个在咨询的过程里面 我们其实在咨询 我们也是希望说 用论述 然后同时呢 配合这个我们提的这个修正 动议 希望这次真的是 因为之前因为林美珠 在赖清德还没上台之前 我问过他至少五次 当然我们国民党的几个委员 也都有问过一样的话 就和他说一例一修 有很多不好的地方 你们要不要修 林美珠一直都是铁板一块 林部长一直都说不修不修 一直甚至开工厅会的时候 北中南三场工厅会 他甚至在会议上面还讲说 我们这个是应国民党委员的要求 来开的会 我们就听一听而已 也不会修法 但是九月等到赖清德院长上台之后 马上他就改选议策了 所以我们会担心 这个的修法会最后变成是这个版本 又是铁板一块 所以我们其实在礼拜一的时候 我们都是希望用论述的方法 但是很可惜就是说 你知道时代力量 因为徐永明 他一开始在之前 他就占了11个小时 他占了那个段时间 当然我们那个时候策略是一致的 希望透过冗长发言 跟八战主席台能够拖到我们的第二个礼拜 由我们来主导 办更多的工厅会 可是到这个礼拜一 其实我们的重点不是在冗长发言 我们的重点就是希望能够跟林美竹对话 而且用时间换取空间的结果 结果呢 不管是管毕林 还有林淑芬 民进党的委员 他们也都提出修正动议 甚至林淑芬 他当初修正动议 找不到民进党人帮他签名 第一个来找我 我开完那个法条之后 我觉得他讲的有一些是有道理的 而且是修正了原来大家担心的部分 所以我也帮他签 我签了之后 湾湾也签 燕秀也签 后来吴玉琴 他们也就签上去 反而是寻求国民党的这边奥远 林淑芬的这个部分 他的部分其实我们觉得是理性的讨论 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说 不要在每次行政院版本 好像就是一字不动的 就要送进去协商 因为我们还是觉得委员会中心主义 这些劳基法 劳动部提出来的这些修正 当然应该是在未完委员会里面 做充分的讨论 因为大家知道说 一旦进入到政党协商 协商若一旦破裂 那接下来就是表决 那到最后条文就一字不动的 就这样就三读通过 也不是大家所乐见的 对 陈委员想请教一下 党团不管是老中青 就算你们内部的步伐一致吗 之前有传出说 好像比较传统型的这些 立文党团成员 他们是不同意 讲完安事的做法 其实没有 我至少在修劳基法 这件事情上面来讲 我觉得我们的行动 还蛮一致的 还蛮一致的 而且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是那个 我们跟这个智库 陈雄文 也是前劳动部部长 我们一起其实就开了三次会 那他没有来的 我们自己委员之间的 我们的LINE的群组 我们都是在交换意见 那其实 这个整个的主导 其实是万安 他其实一直希望说 是用论述的方法 来作战 不要就是去巴掌主席台 因为那个我们一定输 那到最后 没有办法 就法条上面来仔细讨论 然后就送出委员会 到最后其实 是整个的观感不好 而且呢 也是全民的损失 对 陈委员想请教一下 在这个攻防过程当中 邱颖颖委员 是不是在发言上 对你不敬 他是不是称呼 你为陈小姐 对不起 您是有看到转播 是这样子吗 还是你的消息来源 不是 昨天跟许淑 他委员同台的时候 对 他曝露出这一段的内幕 邱颖委员 对 如果是这样讲的话 对您不敬 而且您必须要提出抗议吧 对 因为 没错 其实那一段发生的 就是在 张立赛委员在台上 因为他在发言 然后呢 主席就是跟他 尤其是给他消音 所以我因为是委员长 所以我就过去声援他 那这个时候 这个 先是他们两 就是因为那个 我们那个 谁 你刚刚讲 邱颖 他就坐在台下 就最靠近我们咨询台那边 所以他就在跟张立赛 在有一些冲突 那张立赛 他其实那时候 一开始是跟他讲说 你不要 他说 外面劳工的声音 你们都没有听到吗 结果 邱颖颖就 因为他把他戴着口罩 口罩就拉下 他就说 那些都是录音带 然后结果 我就支持他 我说 你不要污蔑 我们的劳工朋友 然后呢 他就说 那些不是劳工朋友 是劳团 然后接下来 他就说 那个 陈小姐 你不要再讲了 然后而且做出那个 就是 莲花纸的动作 莲花纸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莲花纸啊 就是他就 就手势在比说 我 我讲话的样子 有一两两枪了 然后呢 旁边是李坤 然后两个人就开始 就是取笑了 这样子了 那我就觉得说 奇怪 我一开始还没听懂 陈小姐 她到底在叫谁 因为我在台上 主要是 是张立善跟她在对话 所以那个时候 我一开始没有反应过 因为她坐在椅子上 然后她就在那边 这样大声讲 后来等到 我会议过来说 哦 她指的是我吗 那 我会觉得说 这是有点莫名其妙了 那当然 我觉得在那个现场 我们应该是 就事论事 而且 她在台下 坐在那个地方 在嬉闹 然后我觉得 我如果这个时候 跟她对话的话 一方面失交 而且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她 这样子 接下来 可能就会说 你干嘛 对后入座 我也没有想是你啊 所以我觉得 这段其实 所以还有连花指 昨天听到 这个许出发委员爆料 我以为她对你 只有称号上的 这个不敬 那今天这个 她有动作了 而且这个已经是 第二次了 第二次了 对 其实她常常针对我 像去年我们在修 一粒修的时候 那个时候 不是说就是要不断电吗 嗯 那我是在那天 刚好是 我们这个 议事人员 有一位 就不舒服 昏倒在 在 在那个 厕所嘛 嗯 然后就是要送 那个 那个 嗯 送急救嘛 就救护车也来 是的 那因为那个 中间休息到六点半 然后我 接交班 我就过去了 我比较 我比较早到 结果我进去会场的时候 那个时候会场里面 就是就是有 有这个 邱莹 嗯 还有王定宇 嗯 然后我们 我们 交班的就是 只有我跟张立赛 还有几个人 嗯 好 结果也是一样 一走进去 也是邱莹 就开始发动攻击啊 他就说 那你称委员 你是不是智子吗 你不是高一的副校长吗 嗯 那你为什么要 要你们 其实不是我提案 是我们整个 国民党团的策略应用 提案说要记名表决嘛 嗯 然后觉得他们 他们觉得说 这个就是在意识拖延嘛 嗯 所以他就是 指明道性就说 你不是 你 你是 你是不是智子吗 你是文盲吗 嗯 这样子 就言语暴力了 跟我这样子指来指去 接下来就是王定宇 就冲到我的座位这边 嗯 然后就是 挑衅 他大概他们 因为我们 那个时候才刚刚当立委 不到几个月 嗯 所以他大概是希望 我揍他一拳吧 嗯 我说王定宇啦 但是 我 我其实我就让开嘛 让开了之后 结果变成这个张立山就就就就就跟王定宇对 我后来是有跑到异常中间 我是跟他们讲说你们这样子是无理取闹啦 好 所以这一段其实有些媒体也是有看到 那我觉得说其实他常常做这些东西 比莲花紫的中心 比莲花紫的中心已经是第二次了 这个哈 我觉得国民党的立委应该协助陈一鸣委员提出最严厉的抗议哦 因为不管针对什么法案 好 什么议题 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争执哦 我觉得都不能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这对人身攻击哦 而且是最轻蔑的一种方式哈 不过最后想请陈一鸣委员你帮我们总结吧 好 我认为在这一次的这个修法结果论来 那个光琴你讲到一个重点啦 其实像我们爱做艾滋病防治的 是 反正在讲就是说 为什么会有一些同志朋友 好 他们会选择不保护自己 然后会有一些不安全性行为 在归纳那些因素的时候 常常就是小时候有被霸凌过 这是一种霸凌 的确 这个比较精准 言语到暴凌或行为的霸凌 所以我们推动这个 这个艾滋防治常常在讲就是说 其实在这个要要注意的 就是这种歧视的问题 那当然没有错 这个邱颖颖她这样子的做法 是很不恰当的 是很不恰当的 其实站在这个人跟人的尊重上面 她的这些行为 就是暴露了出来 其实她的这个 整个的这方面的训练 这个gender 我们在讲说就是女男 从男女平等 女男平等 一直到针对这个弱势族群 不同的族群 这个应该都要给予这个公平的对待 不要言语或行动的巴黎方面 其实她是做了一个最坏的示范 对 陈伟员 其实在这一场这个牢记法修正的这个动员 是 这个或是攻防或冲突当中 我们看到非常多的新闻焦点了 那我之所以特别提出邱颖颖委员 就是说他不只是对陈一鸣 刚刚因为你讲了这东西 我才知道说 为什么今天我收到了几个简讯 都是叫我要出来抗议 要出来抗议 当然了 我觉得奇怪 什么事情发生了 原来是针对这些事情 大家都是国会议员嘛 您虽然是不分区立委 但是某种程度政党 他也是填在票单上面的嘛 也代表某种程度的民意嘛 况且就事论是 谁愿意做售气包呢 而且在国会殿堂里面 堂堂的国会议员 被这样的一个羞辱 这样的一个霸凌 我觉得必须要有一个表态 我们媒体不能让这个 所谓的事情掩盖住 还好昨天许出话 别人提出了 不过这是外一张 邱颖颖的议题 其实我引用朱学恒 我刚刚提到了他的名字 宅神朱学恒 我觉得讲的最传神 他讲说干话 都被你邱颖颖给说饱了 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很精髓 民进党何以纵容呢 那何以纵容他 侮辱了陈一鸣之后呢 那还有所谓的 劳团 不是劳工 那很多这个劳工 都是沉默的螺旋 或者说我们讲说潜水艇 对不对 另外呢 还有说您这个劳团 都在放录音带 也不用工 我在走运动的时候 他爸爸邱俊男 是美岛事件的受害者 当时他年纪还很轻 就一委员可以帮我们罗列 你到底走过什么运动 成交过什么抗争 帮我们罗列一下 还是只是在立法院抗争 所以你帮我们总结一下 这一场官场的这个现行计 陈敏伟 你认为最后会什么样的收拾 我的意思是说民意会怎么反扑 我觉得啦 其实像礼拜一晚上 我们其实也是一直希望能够继续讨论嘛 但是后来洪此涌上去之后 大家都不敢动 大家不敢动的原因就是因为 那个有有谣言书来说 他可能怀孕了 所以大家要很小心的对待 可是很奇怪的是说 那为什么最后那个 那个许友明来去关灯 因为其实 所以你有怀疑是吧 甲运说 甲运事件跟后来关灯 让他们在很快速的就包裹出去了 你认为 等一下我们也问问许友明 他会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我觉得 他是表达抗议 如果说大家会担心 因为有一些那个拉扯 会造成这个 让那个我们 就是在那边受伤嘛 就是如果因为可能他怀孕 所以大家不想上去去拉他 那其实当时坐在我对面的陈寅 陈寅委员 他就给我看他手机上面的line的群组 他说那个林静怡在通知大家说 不要上去拉他 他有可能怀孕 然后徐国勇也在群组上面 他就说好 我那个没有 这个是没有被证实的 这是徐国勇的讲法 如果那个时候 大家对对洪慈庸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对待 就是对一个孕妇 大家就小心翼翼要保护 其实包括执政党 那为什么徐永明会那么粗暴去关灯 不要忘记了 那个时候是洪慈庸是在台上的 你一关灯 那这样的话会不会造成洪慈庸被拉下来或受伤 我觉得那个其实大家应该要很小心 请您在这个不到一分钟时间为我们做个总结 因为时间已经超过了 不好意思 我会觉得这件事情 就是还是希望有这个一个月的这个 就是协商 协商期 大家还是要好好的来讨论 因为这毕竟是很重要的关系 到相信一千万个劳工的权益 不要修法越修越推步 因为这样子的话 其实是让我们劳工面对一个永绝不复的境地 那大家也希望说半年后再一次修法吗 而且这种对我们中南部很多的劳工来讲 其实真是情何以堪 对其实陈委员出身一届 也做过副校长 所以我们也关注医护人员 虽然医师不在劳基法里面 但是非常多的护理 其实是过劳的一个现象 我们也非常关注这一题 希望有时间能够邀请到 陈一鸣到我们节目中献身说法 好 谢谢 谢谢陈委员 好我们休息一下这种广告马上回来 谢谢